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明星的命 明星也不是一出道就有鲜花与掌声的 虽然很多明星现在表面上光鲜亮丽 但在观众看不见的时候也有很多心酸 偶像剧女王林依晨 是不少人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 从我的秘密花园恶作剧之吻 道我可能不会爱你 他让不少人相信了爱情 现在的他爱情是叶双得意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从17岁入行以来 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坎坷 妈妈为了不让他们担心一直瞒着他们 说爸爸到外地出差了 直到高二时妈妈突然病倒 林依晨才知道父母早已离婚 而且家里已经负债500万 由于收入低 为了能够养孩子 林依晨的妈妈同时办了很多张信用卡 以卡养卡 在林依晨17岁的时候 林妈妈脑子里藏了一个小肿瘤 实在无力负担债务才把事实告诉了女儿 这对一个只有17岁的高中女生来说 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2000年 他参加捷运超美女竞赛获得冠军 媒体问他为什么去参赛 是因为从小梦想上台表演吗 林依晨很直接说是为了钱 有3万台币呢 好像还有一堆百货公司购物券 其实 他想为弟弟换台电脑 后来 林依晨考入了台湾政治大学 还拍了自己的第一支MV 就是和宰宰周渝鸣搭档 Mekash 2002年4月 林依晨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18岁的约定 林依晨接拍第一部电视剧时 把这作为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每天的日常就事 拍戏 上课 回家 以及被黑 一边要上学 一边要拍戏 为了还债省钱 敢通告都只坐公车 拍完戏会把盒饭打包回家 20出头的年纪 过得这么辛苦 很多人都会抱怨命运不公 可林依晨在自传中会写 我拥有一个衣食富足的幸福童年 构建了我一种积极正面的人生观 让我在面临到许多成人世界不堪的一面时 也能有充足的勇气 为了帮忙还债 娇小的林依晨拿出拼命三娘的精神 不分昼夜拍戏 22岁时因拍戏血管爆裂 她在23岁就预立了遗嘱 我的工作需要常搭飞机 拍戏掉钢丝 我怕自己突然怎么样 会留下妈妈一个人 我不想留下遗憾 2004年 林依晨主演的首部电影 《飞跃琴海》上映 她凭该影片入围金马匠最佳女主角 直到恶作剧之吻 横空出世 平凡的原香情暗恋高富帅学霸将直数 傻傻的样子圈了不少粉 一度让粉丝认为香情就是林依晨本人 2008年 林依晨平 恶作剧之吻2 获得金钟奖戏剧类最佳女主角 成为偶像剧史上摘下金钟事后的第一人 当时她发表了一段特别不原香情的获奖感言 当演员的使命是要带领观众去看到更深层次的人性 我也极力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台下的各位大家跟我们一样 都是用生命演出用生命在表演 所以我们不只可以做到像今天这样 每一页用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写演戏的注意事项 从台词感觉到服装配饰 都十分细致 如此敬业 去年精英节 胡歌发表获奖感言 她感谢林依晨让自己很早明白了演戏的意义 林依晨说演戏是探索人性的过程 她是在用生命演戏 在台湾演了《我的秘密花园》 恶作剧《之吻》等偶像剧 被誉为偶像剧女王 但林依晨希望脱掉这个帽子 于是来到大陆和胡歌拍《天外飞仙》 饰演敢爱敢恨的七仙女 之后两人再次合作 射雕 饰演古灵精怪的黄蓉 这两部戏创了两个纪录 三天只睡五十分钟 六天六夜不睡觉 手术结束 林依晨说出了积蓄已久的压抑 觉得妈妈要我守时 诚实 做弟弟榜样 有点苛呆 医生说 这个囊肿的成因 好发于事业心强的女性 于是 拼命三娘林依晨终于放下工作 住院接受治疗 我相信 每一天都会是极具挑战的 但我也相信 我已有足够勇气去迎接 一场病 也让他解开了自己内心的结 我想做一个完美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兼顾每个人的需求 那也是不可能的 可能我在意的两派人 他们对我的期望是相反的 所以必须从中找出哪些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可以放掉的 拍摄 我可能不会爱你 时 拍戏累到站在浴室都能睡着 而这样的敬业 也给他自己赢得了第二座金钟事后的奖杯 演偶像剧演到强摘两次金钟事后 绝对是史上第一人 称他为偶像剧女王当之无愧 我可能不会爱你 热播完 不少人问 是否接受李大人那样的感情 2014年 在林依晨表姐的婚礼上 他担任伴娘 谢后了当时的伴郎 表姐夫的同学林渝超 林依晨发现林渝超跟自己很像 因为时差关系 尽管已经很累了 但还是一直在帮忙 他们都是那种责任感很重 很会自家压力的人 交心的话只跟他 指南友 讲 身边郑元昌等好友 我不会讲这些话 我界限划分得很清楚 虽然异地 但是林依晨和林渝超有充足的安全感 绝对不允许另一半有中间性质的朋友 就连去英国留学 为了摆脱桃花 不去夜店 还研究了男孩穿法 林依晨很会处理婆媳关系 人在台北 就一定会抽时间陪伴公婆 后来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和解 从英国学成归来 也恢复了不拍戏 9、10点睡觉 清晨5、6点起床的习惯 翻翻林依晨微博的日常 除了拍戏 就是和一家人游玩的照片 她在演艺圈有着林富平女神的称号 前段时间 她扎着丸子头 穿着白色短袖线身在直播平台 满满的少女感 真的看不出来她已经快35岁了 出道多年 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而林依晨依旧是那个人远好倒霉话说的林依晨 和她合作过的演员没有不欣赏她的 胡歌说 林依晨的话启发了她 而林依晨也为胡歌送行 两人的友情如此美好 对于人生 林依晨说 不要急着抗拒那些你所讨厌的事 抗拒就不会有新的刺激 也就不会有进步创新的可能 但如果好不容易接受了讨厌的事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呢 林依晨又说 至少是过了人啊 宁愿热情的失策 也不要冷漠的聪明 林依晨通过了多年的努力 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这样的林依晨 你能不喜欢吗 参考来源